两块评,一起评,一起译,大家好,我是昭阳 4月13号,日本政府决定将上百万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 这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,给全球带来巨大危害 日本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,立即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和质疑 尽管为了安抚国际社会,日本政府极力宣传核废水入海的安全性 然而,即使是已经过精密过滤程序的核废水 其带给人类健康、海洋环境、食品安全的影响依然难以估量 有日本学者就指出,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 从核废水排放之日期57天内,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平洋大阪区域 10年后蔓延至全球海域 台湾当然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事实上,日本排放核废水并不是原地排放 而是用船运到从南到北的海岸线附近再排放 如果往南排放时,就会严重破坏台湾附近海域的生态 届时势必影响岛内民众的生气 而民众也可能会吃到辐射鱼 这将严重损害岛内民众的健康 然而对于日本排放核废水以往强烈反核的民进党当局 这次反应却格外软弱和平静 典型的双标 尤其是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甚至还是非不分的为日本开脱 简直是病入膏肓 如果福岛核废水入海 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民众将会为此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日前大陆、韩国、朝鲜和俄罗斯等已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或召见大事 福岛民众也在多地发起示威抗议 民进党当局还要继续神引下去吗